美華傳媒第一時間新聞簡報 為了正義與和平 劉延東副總理出席了中美移戰圖景展 6月24日晚 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舉辦的中美移戰合作圖景展 在中國駐美大使館展出 這個主題為正義與和平的展覽 自在紀念七十多年前反法西斯戰爭當中 中美兩國的肉血合作 美國政要、國會議員、二戰退役老兵 各界友好人士 與外國駐美時節三百多人出席了圖景展招待會 是一個歷史的歷史 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在致辭當中表示 今晚是一個走進歷史的時刻 亦都是重溫歷史的時刻 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隆 全國友好協會會長李小龍的父親 原國家主席李仙蓮 都在二戰期間多次營救美軍飛行員 劉延東對於父輩的傳奇非常珍惜 二戰圖片展招待會上 曾經參與中美二戰 現在已經九十幾歲的飛虎隊來迫 分享了他們在戰爭當中 和中國人民牌手作戰 並且結合深厚有疑的故事 這次展覽共攻來四個部分 中美反法西斯戰爭 中國人心目當中的美國英雄 中美軍民情 向友誼致敬總共九十四幅圖片 這次圖片展向世人展示 中國人不會忘記二戰的時候 得到美國的幫助 同時也讓更多美國人了解這段歷史 我還要向主席招待會的 各界把各位新老朋友 以及長期致力於發展中美友好的 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七十多年前 那場規模空前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 有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約二十億人口捲入其中 所有愛好和平與正義的國家和人民 不畏強暴携手並肩 每天獄血奮戰 七十年後的今天 中美關係處在了一個 成前起後的重要階段 事實證明 一個健康穩定 和不斷發展的中美關係 美華傳媒在華盛頓DC 而且中共的價格不斷 愛著世界的和平 穩定 萬人 珍珍 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